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报我们的股东 回报我们的投资者 这是我跟卢先生在交流的时候 我跟他讲他要认可我的想法 卢先生在哪呢 谢谢你 卢先生 对不起 我想讲的第二点呢 就是在目前作为爱德行动员来讲 2012年4月27日上市 我们是一个做大东商品的 铁矿 钛 钛 多金属矿种的这么一个矿山企业 也是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 能够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的 矿山的第一家公司 那么作为这么一个企业呢 我们历经图治发展到今天 进行着这个产业的转型 目前呢已经出现规模 出现效益 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大家都知道 从进入2019年开始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 慢慢的已经发展到 经济的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抵抗 那么稍早几天的时候 在G20峰会上 那么习近平总失去与川普总统 缓和了一下双方的这种激烈的 对抗的情绪有90天的期限 但是中国个人的着见呢 我认为只不过是大战之间的 一个稍微的间隙而已 大家打累了打疲倦了 补充补充弹药 休息一下 以利在善 中美之间的博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个GDP第一的大国和一个GDP第二的大国 它不可能让这个第二很容易的成为这个全球的领导者 但是我相信在座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都不会放弃一个梦想 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么你只要不放弃这个梦想 只要不放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就要努力 以更好的业绩 以更大的奉献 回报我们的股东 回报我们的投资者 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最后呢 感谢自民财经收予我企业家大奖 感谢给我颁奖的杨先生 感谢我们在座的各位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提前语祝 谢谢 谢谢